好 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趕快來關心一下颱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從這個路徑圖上來看 首先先來看到查巴卡颱風 他在今天是增強成為中度颱風 不過他的路徑目前看起來 持續在這裡打轉還沒有來登陸 那麼另外我們要來看到的 就是煙花颱風了 煙花颱風 他目前是在台北的東方 約八百五十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個小時十三公里的速度 是持續的向西來移動前進 而他現在的這個七級暴風半徑 大約是在一百五十公里 那麼目前預測上看起來 煙花颱風極有可能會從台灣的 這個東北方來入境 也有可能會從台灣的北方海面來經過 不過他的路徑接下來會怎麼走呢 主要還是來看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以及南方的這些低壓帶了 會不會對他造成影響 也會影響到他接下來會怎麼走啊 但是以目前看起來呢 因為煙花颱風 他持續是在增強當中 所以也很有可能在今天就會增強成為中度颱風 那麼明天中央氣象局就極有可能會針對他 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了 好至於明天的這個天氣狀況 我們從雨區暴圖上來看 明天開始呢 因為受到這個煙花颱風的外圍環流影響 其實從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呢 包含像是在中部的沿海就要特別留意 可能會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那麼到了明天呢 其實像是在東北部地區 還有呢這個中南部地區呢 就要留意會有一些間歇系的雨勢 另外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 午後會有比較大的午後降雨了 好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先來看到明天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呢 要注意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高溫來到33度 桃園會有降雨 新竹跟苗栗呢 是多雲的天氣高溫來到33度 台中彰化多雲 在南投要注意午後降雨 高溫來到34度 好另外在雲林嘉義呢 是多雲到降雨的天氣 台南呢是多雲到晴 高溫來到32度 高雄呢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屏東會有降雨 高溫來到33度 好至於在宜蘭花蓮跟台東呢 都是多雲的天氣高溫來到33度 另外看到外島地區 明天馬祖金門跟澎湖 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澎湖的溫度是27到32度 好為大家整理一下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變化 明天開始呢 會受到颱風的影響囉 在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呢 會出現一些短暫雨 那麼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午後在山區會出現明顯的雨勢 而星期四到星期六 這一段時間呢 將會是颱風最靠近台灣的時候 我們特別要提醒 在中部以北地區呢 都要注意會有更大的雨勢了 會有豪雨等級的降雨了 那麼另外呢 雖然到了周六之後 颱風應該會逐漸遠離 但是呢周六周日呢 各地的天氣還是不穩定 所以我們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 做好房台的準備了 好了 以上的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我們 uno在先到現在 收音樂 我們一回到我們 我們就更有的 我們下個節目 都不小心 我們下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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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el 我們下個節目